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内经阐释的人体生命原理 提出了中华德会制经典诵读教育理念 他首创的中华道德跟文化体系 是当今国学领域令人瞩目的焦点和亮点 熊春锦教授在全国各地及海外 进行一系列倡导国学教育活动 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和广泛赞誉 著名国学专家被称为 《道德经》研究第一人的熊春锦先生认为 现代管理学诞生于西方科学 是单纯用左脑智能对事物进行规范制约 而以《道德经》为传统的经典著作 蕴含的东方智力学 是一种右脑会性和左脑智能共运的学问 这也是老子文化中圣人会时治理 与现代企业智能管理的区别所在 那么《道德经》里的这些思想 对于当代企业管理有何起义 为什么说当代企业管理都停留在智识管理阶段 《道德经》里的智力思想 与当代企业管理思想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著名道学研究与实践者熊春景教授 将带您一起走进《道德经》 结合当代企业管理一些普遍问题 进行会性解读 敬请收看由熊春景教授为您带来的 《道德经与企业管理系列之圣人治理与智能管理》 好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各位领导 大家晚上好 好 我们今天来探讨脑子的智慧 这五千言可以说 它的实力的范围 实用的范围极其广泛 实用于我们身体内部 实用于家庭 实用于社会 实用于文化 以及企业 哲学 包括谋略 战争等等 可以说 实用的范围极其的广泛 所以在讨论 我们今天 专门针对企业管理这个话题来谈它的话呢 它其实企业管理只是它这思想当中的一个极小的部分和成分 我们要想 我们要想了解脑子的五千言的思想 与我们企业管理之间的关系 那么首先呢 有一个问题需要交代一下 也就是这个图示所表述的 脑子三生万物的思想贯彻于它五千言的始终 那么在人体内部如何认识 这个自我的治理和管理这两个系统呢 那么在西方科学 确定的管理意识的话 管理意识呢 是在左脑这个区域 是吧 所有管理的经验 管理的知识 以及管理的机制的产生 可以说都诞生于左脑 而老子的思想是一个治理的思想 治理的思想呢 是包括了心 它需要心中具有德性 以及右脑的会识 或左脑的智识 再加上大脑皮层的意识 整体结合在一起 而构成一个圣人之志的思想 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另外一个题目 叫圣人之志 圣人之志和管理思想 这两者之间呢 也就是说 它有个互相包容的问题 是治理思想包容了管理思想 所以说需要我们首先 在认识老子思想的时候 要把自己的认知提高一个层面 在一个更高更深刻的层面上 来认识老子的思想 才能够更好地理解 老子的管理思想 那么 老子的思想当中呢 其中就提出来有 一个德性思想 德性思想来举宅 左脑的 这一个智识 和右脑的会识 构成一个三元论 也就是说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物复应而抱扬 中气以为和 这个中气以为和呢 就将三个元素 整体包在一起 以形成的一个平衡互动 而德性居中的一个模式 这就是它的治理思想模式 这个治理思想模式呢 如果分解来说 它分为心智 西方的管理模式呢 基本上就称之为人智 人智思想和心智思想 它本身是有不同的 存在着不同性 而管理呢 只是诞生在左脑智能 思想层面上诞生的一个大系统 而治理思想呢 它是需要有会识 开启开来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西方特别重文化了 特别重视直觉和灵感的迸发 认为直觉和灵感的迸发呢 是创造力的一个源泉 而在中国古代 两千五万元以前呢 早就揭示了 人的幼老生存次的功能 存在着大量的会识 而不仅仅只是灵感和直觉 需要整体的把开发出来 来进行治理和中和治理 而且这一个现象 在中国的文字当中也有表示 例如 治理与管理的这个差异 它包含着圣人的会识治理 与贤人的治识管理 这个治字呢 本意它是水的名字 生长开来的就有治水啊 整治啊 修治 治理的这个思想 它是符合水之性的 符合水性 随缘旧方 能够值能够取 从而呢 训事的疏导 引领归正 使其训应 本身先天的客观规律 那么管呢 在中国的文字当中 管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一种类似于 笛子的一种乐器 管乐器称之为 后来呢 它是一种呢 后天的人为的 将竹子接齐以后 站上孔眼 作为乐器 乐器使用 管理呢 那么从字面上看 它完全就属于 寻碎的 后天智能 对天文 人文 地理 本性和习性的 一种制约 和规范 那么 治理 在东方的治理学啊 它是一种心灵 与 就像我们刚才 那个图所揭示的 它是一种心灵 与幼老的会识 和左脑的智识 三元 和一 中气 和的 苏导 引领 应用的一种学问 而管理呢 管理只是单寻的 左脑智能 对事物的规范和制约 管理学 主要诞生于 西方智能科学 是一种西方 法治学的 分支学科 可以这么一个 把它归拿的话 就是这么一个分科 在中国的 古代的黄老思想当中 只有治理学 而没有单独的管理学 黄老学说 思想 将西方的管理学 非常的自然的 包括在自己的 治理学之内 是一种 会与智 共运的学科 会与智 共运的学科 是内圣外王 治理学当中 的外王当中的 一个子系统 这样呢 就比较明确了 所以在 开始讲的是 在这方面 要定一个位 那么 从中国2500年前的 由福西 创造的 《易经》 《皇帝》 编撰的 《皇帝四经》 和老子 在清真下 撰写的 《得道经五千言》 充满着 治理的 大会 大志的思想 如果是单纯的去 应用左脑 智能思维 进行 解读的话 那么就难以窥探 老子思想的前茂了 你像这个水 为什么古人用智 智字呢 旁边是三点水 而管呢 上面是个竹字图 水 表示了水性 那么天一生水 第六成之 他可以说 水是直接诞生于 天德能量的 基础之上的一种物质 而木呢 木是由水所生的 竹子属于木类 这样 老子所说的 这两者之间呢 它是一个母子关系 那个水呢 就是 木的母亲 由水来生子 在五行 生客的变化当中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在生水 形成一个闭合的循环 护生的 这个机制 老子曾经说 既得其母 以知其子 服属其母 木生不淡 那么 这一段话 就告诉我们 我们认识寺物的时候 一定要认识到 它的本质上面去 它诞生的 原伐地当中去 在这个诞生地 和原伐地的 这个母体上 去追踪 它的前夕功了 这样呢 才能深刻地认识 事物的客观规律 这是呢 圣人之志的 一种方法论 会识治理 与 知识管理的 差异性呢 我们先 在正式讲之前呢 把它建立起来 这样有利于 我们去解读 那么 道学 性器 性器 会识治理的 一些原则 是什么呢 这个在 老子的五千元当中 可以说 有大量的篇幅 在 告诉我们 如何把握住 这个 治理的原则 老子曾经说 以正治邦 以积用兵 以无事 去添下 对于这一句话呢 可以说 很多的学者 有不同的解释 但是我们只要 看一看 皇帝四经呢 相同的内讯 可以说 就非常的明确了 皇帝也曾经说 民正者治 民积者滥 正民不积 积民不利 正道不淡 可厚可使 来可晓夫 来可国家 这是圣人之治 内圣外王的治理法则 是圣人之治 圣人治理学 与贤人管理学的 一种分野 所谓 以正治邦 那就是说 以这个一 得一而止的 也就是 得到了德性 你感悟到了 体悟了 得到能量 得到品格以后 并且把握住它 牢牢地扎稳绝根 用这种方法 来治理国家 邦家 以机用兵呢 那就是 凡是遇到偏离了 这个道德思想 道德品质 道德观念的 内容的时候 你要坚决地 用外王啊 来纠正它 纠偏不弊 使它福归于正 以无事取天下 那就是 无为而至 用 这个无为而至 并不是说 不用任何作为 这个无呢 也同样 是道性 这个无是道的代表 因为它这个无啊 是现在简写的无 而不是 繁体的那个 五道的五的变体 所以说 这个 以无事取天下的 同样是 从一个原字 出头 来代表 天地之间的正气 训应这个 看不到的正气 天得地气 而掌握 我们处理事物 那就称之为 无事取天下 因为老子深刻的 曾经揭示了 无何以知其然也哉 付天下多忌讳 而民民贫 民多利器 而邦家自昏 人多知 而其物自起 法物自章 而道则多有 是以圣人之言曰 我无为而民自化 我厚敬而民自正 我无事 民自负 我于不于而民自谱 这是老子的一个 深刻的结论 实际上 每一个环节 对应到我们 现在社会当中的 社会现象 企业现象 家庭现象 和我们每个人 体力的现象的话 可以说 它都是一个 非常正确的真理 它的解释 非常的深刻 你比如说 法物自章 而道则多有 现在看看我们 现在世界 可以说是一个 法治 接受了西方的 智能科学以后 西方是 人治加法治的 一个模式 法力越来越强细 是吧 法力的项目 越来越多 然而呢 社会的安定 却越来越差 犯罪率越来越高 犯罪的年龄 越来越年轻化 仅仅从法务之章 这一项 那就说明了 这个道则多有的来源 并不是在法律上 你设置的多么完美 而还有一个心智 你没有抓住 道德心灵的智力 没有抓住以后 再多的法律 也毫无作用 就像我在德国 办一件事 你去委托律师 律师呢 除了要你付费用以外 你一进去以后 他把中表印案 从现在开始 我计时 每小时是150欧 我就反复跟你切磋 讨论 讨论再讨论去 但你不委托他还不行 你不可能 阅读那么厚的 西方的法律文本 只有他读通了 他只到愚活去 帮你沾法律的漏洞 使你取得胜利 否则呢 你就要败诉 他把你制约的 套得牢牢的 非常的繁复 而不像中国的 原有社会啊 或者古代社会 那种重视 既重视了法治 同时呢 重视每一个人的心智 你像在我们这么大年龄 和更大年龄的人 都有个感受 人们呢 都普遍认为 这个牙门啊 你最好别近 一方面呢 丢面子 二方面呢 解决不了多少问题 三方面呢 要破财 四方面 伤和气 五方面呢 今后没脸做人 中国人认识这个东西的观念呢 跟西方是完全不同的 而这些根本性的揭示 其中的原理呢 那么我们的祖先 老子实际上在这里 说得非常的清楚 明白 问题的政洁 在什么地方 也指的 一清二楚 而且皇帝四经 也同样的 有一段认识 就是说 君臣当位 位置尽 也就是说 这个主要的领导 和辅佐的人 一起共事呢 这个位置啊 不要鉴阅 互相不要鉴阅 各自的职能 分工明确 这样呢 就没有矛盾了 就静下来了 和谐了 孝 贤不孝 当位 位置尽 这是好的 贤良的 或者那些 鸡鸣狗盗的 凡夫组组的 国居其位 也不要发生 你挤我创 你挤到我的位置上面 来干我的工作 我呢 被下到你那个位置去 去干你那个工作 这个呢 就是 贤不孝 当位 位置尽 就像我们 在原来 下放的时候一样 一个教授呢 跑到农村去掏大份 是吧 那就是 不当正了 不在其位 他搞他的武力学研究 他根本 拿不起那个粪瓢 在粪坑里面 怎么咬得动呢 还要去挑粪 是吧 贤 不孝 当位 位置尽 动进 参与天地 位置文 居进 当时 位置武 敬则安 正则治 文则明 武则强 安则得本 智则得人 民则得天 强则微行 参之于天地 何于民心 文武并立 命之曰上同 同于什么呢 同于自然规律 把这些都摆正了以后 摆正去了 并且善于运用它 那么你就复活自然规律了 就不会烂 法斗者 政治质业 法斗是为了维护 这个正确的东西 正途 正规 规范 能够恒定地 稳定地执行 而以法斗制者 不可烂业 用这个法斗来治理 它不应该 发生混淆 和混乱 而僧法斗者 不可烂业 同样的 你一定一个法律 你一定一个 戏业的章程 规章制度 都不能够烂来 民需要 服 命之曰上同 上同于道法 上同于天道的自然规律 精工无私 而赏发信 精工无私呢 非常明显了 就需要 这个管理者 治理者 执行者 是吧 贯彻的人 都应当 做到一种 非常精细的 大功精神 少私而寡欲 而赏发了分明 并且取信于人 而不是贪卖 腐败 那么这个治理 就容易达成了 圣人志气的前提 是真道贵德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 它就是分为 贤治和圣治 两种方法 甚至的 采用了 圣治企业的前提 那么一须 就是刚才所说 要与上同 同于道 同于德 同于天道 同于既道的 科幻规律 老子曾经 揭示说 道生之而得趣之 物行之而弃权之 是以万物 真道而贵德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 是什么呢 那就说 万事万物 都是平等的 都是大道 所产生的 是吧 而且呢 生意 产生了 这个物器 以后 或者生命以后 然后有德呢 德的能量 来续养 成长 衰亡 物行之而 气成之 当你进入了 物体的体内以后 那么就构成了 生命 进入了器皿之后呢 就成了无器 虽然有的是活的 明显的活的 有的是禁止的 比如说 在石头里面 有没有这个德呢 同样有这个德的能量 那么这个石头 是不是道生的 同样是道生的 一个动物 跟我们人一样 它同样 也是道生而得 所以万物 真道而贵德 这应该是一个 人类的共识 并且长期坚守 而达到一个众生平等 真正的博爱 广爱 并且相互感恩 互相之间 都是一个互相支撑 能量的支撑 能量的互换 互动 敌舌其命 来奏我们 我们呢 用我们的善行 来帮助他们 相互之间 应该是在 道和德的基础上 来平等相待 所以说 是真道贵德 著名国学专家 被称为道德经研究 第一人的 雄春景先生认为 现代管理学 诞生于西方科学 是单纯 用左脑智能 对事物进行 规范制约 而以道德经 为传统的经典著作 蕴含的东方智力学 是一种右脑会性 和左脑智能 共运的学问 这也是老子文化中 圣人会识治理 与现代企业 智能管理的区别所在 那么 道德经理的这些思想 对于当代企业管理 有何起义 为什么说 当代企业管理 都停留在 智识管理阶段 道德经理的智力思想 与当代企业管理思想 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著名道学研究 与实践者 雄春景教授 将带您一起走进道德经 结合当代企业管理 一些普遍问题 进行会性解读 道德经 与企业管理系列之 尊重道德 与企业文化 下集播出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